作词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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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日足跡结束了 今天是六亿儿童节 先祝大家六亿儿童节快乐 百日足跡结束了 首先呢 这个饮食上呢 大家可以开戒了 可以 如果是说很想吃肉的话 也可以吃一点 但是尽量的以素为主 以肉为腐 因为现在的 今年后半年肉食 各种肉食 因为很多的动物 我们为了与时 有些传染病啊 或者什么的 就是说尽量以蔬菜为主 因为百日足跡呢 大家主要是一个 以净化气脉为主的一个修正 所以说 百日足跡结束以后呢 下一个课程是 就是说你们家有49天的 耳根圆通法门的修正 所以从今天晚上开始呢 晚上就不再有开启麦笼的音乐 要修耳根圆通 每天下午呢 就是说从下个星期下午 四点到六点钟 还修耳根圆通 就是说听那个 就信华这边注意一下 放的音乐呢 就是一个是 耳根圆通那些呢 就是下午放音乐呢 就是一个是前面 我们很多声音的 就是大家练了很多声音的 那个就是说音乐 在听这个音乐的时候 大家的注意力 主要是练你们的 无分别的境界啊 那个声音 不要被那个声音牵引 不要被一些境界转 而后边海曹音的话 就是说 主要是 修你们就是说 要把你们的心安住在 最好是安住在那个静的一面 就是说 因为海曹音主要有一个 曹声起来落下 起来落下的声音 那么你们一开始呢 就是说你们的心 主要有一个安住的地方 就是说 听海曹音 然后呢 心呢 住在那个落 就是说 海曹音退去以后呢 有一个宁静 宰湿的宁静 那么你们的心 要跟这个宁静相应 就是说 心呢 住在这个宁静上 然后呢 到海曹音起来的时候 不要让这个 海曹音的声音 打破你的宁静 不要分别 就是你 海曹音起来 你不要说 这个声音又过来了 这个声音又过来了 然后呢 就是说 全身心的专注在 宁静的那一面 慢慢的这个海曹音就变得很虚幻 就是说这个声音会变得虚幻 甚至你都可以感想到 这个浪花像很没力量了 越来越对你的耳根的冲击 或者你整个身心的冲击是没有力量 慢慢所有的一切就显现它虚幻的一面 这是下午听 两个 第一个声音的话 就是很多嘈杂的声音 就是尽量的保存你的 就是说指令 就是说 能够身心静 既然不动 就是绝耳不动 只是听 然后呢 不要被静转 不要被声音转 修这个指令 第二个声音呢 安住在宁静的那个面上 不要被海曹音打扰 然后呢 这两天晚上呢 修什么呢 晚上没有音乐 我们修两个法门 一个呢 这两个法门 大家任选一个 因为晚上是两个小时 也可以修一个小时前面的 和修一个小时后面的 第一个呢 就是念慈颂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就是说 莫慈也行 轻轻的慈出声音也行 自己慈 然后用耳朵听慈颂的声音 自己慈颂名号的声音 用自己的耳朵听自己慈颂的声音 然后听的时候呢 你的心是安住在音流上的 知道吧 要慢慢去分别 这个音流就是观世音菩萨 你用耳朵听你 就说 南无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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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你用你的耳朵听到你的 这个 南无观世音菩萨 这个音流就是观世音菩萨本身 你的心要安住在这个音流上 那么要与它合一相应 第一个法门 这是 第二个法门呢 你用你的耳根听你的呼吸 听你的呼吸的时候怎么听呢 你的意念要安住在你身体的每一个 一个脉龙上 就是说 比如说 我今天我想手 意念你要守在海底龙 或者意念守在棋龙 或者意念守在心龙 或者要在喉龙 或者在眉心龙 或者在顶龙 任何一个龙都可以守 只需要你愿意守哪个 刚开始守最好以心龙为主 刚开始把意念守在心龙 然后呢 深呼吸 就是说 刚开始深深地呼吸几次 然后慢慢地把呼吸放均匀 然后用你的耳朵 听你呼吸的声音 然后呢 意念守在心龙 也可以守在棋龙 也可以守在其他脉龙 但是 以心龙作为开始的起点 可以移动你的位置 在这个脉龙上 但是呢 你要用耳朵听你呼吸的声音 你的呼吸的声音 或者是你只听你出气的声音 也可以只听呼的声音 或者吸的声音 或者是呼吸声音 这样呢 你慢慢地 你们这样子试一段时间 你们就知道爱 至于说 每个人的角色都不同 可能在脉龙里边 脉龙上 你会发现有很发热 或者是有光明升起 或者这些 每个人的境界不同 但是呢 因为只要用耳根回转 听自己呼吸的声音 你们就会很专注地守在脉龙上 就要这两个法门 任选一个 每天晚上修两个小时 或者是一个 前边的一个 手一个小时 后边的一个小时 或者是后边的先修 后边的再修前边 就要这两个法门 拢着修 每天晚上两个小时 下午呢 听音乐 然后修耳根 晚上呢 不听音乐 修耳根圆通 大概这个时间是49天 在家也可以修 睡觉也可以修 行走坐 我这个都可以修 不一定坐在禅堂 听懂了没有 所以还有疑问 那是意念放在心轮 不是说吸到心轮吗 不是吸到 当你的意念 放到心轮 就是意念守在心轮 就像听音乐 手脉龙一样 意念守在心轮的时候 你用耳朵听你呼吸的声音 你就不会打往响 或者你会乱想 而且因为这个是配合 耳根圆通修的嘛 你就听你呼吸的声音 但是你要知道 当你意念在心轮的时候 你用耳朵听你呼吸的声音 你要知道 你的呼吸是从你意念 在住的那个地方出的 这个是你们慢慢 你会知道 你意念在哪儿 气在哪儿 呼吸在哪儿 虽然肺呼吸还是有的 但是一定是在那个地方呼吸 因为你没有办法这样 因为你在回转 听自己呼吸的声音 你用意念 要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 脱离这个地方去呼吸的 你只是觉得 从这个地方 不断的在呼吸 目的是 你要用耳朵听这个声音 你可以听到自己 慢慢的慢慢 训练自己 因为你的呼吸一定会 一定会有 其实很温馨 你要能听得到 但是你说 我听到我没有呼吸了 我什么什么也听不到 我好像听到我只呼吸一点 你也听不到 那是你听到你 听不到你的呼吸声 那不代表你没有呼吸 那也是听到 知道吧 听到没有声音 听到有声音 都是听到 知道吧 都是听的一部分 听不代表你一定要听到声音 但是回过来 目的是培养你的专注力 培养你的定力 我们白天在我们练习的 听自己要呼吸 还是听外面声音 没关系 这个不用刻意的 就是说 你听外面声音也行 比如说 有人跟你说话 你肯定要说话 你说话的时候 其实你耳根源头 不管 比如说你们每天 四个小时的耳根源头 如果修完时间 四九天以后 你自然会出现 某一种状态 比如说 你自己说话的时候 你觉得 好像你自己在听自己播流声机 就是说 你自己能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 你会 就是说 你自然的就会处在某一个状态 不是说 你刻意的 我要听他的 还是听我的 大家在聊天的时候 把他住在一个地方眼前 或者说把他们的说话声音 当作语听流都可以 不必他们的声音转 这也是 因为你现在不是四个法门 下午一个是不必声音转 不必他的声音转前边的 不跟着声音的进阶走 绝耳不动 凝住在两个耳朵中间的这个位置 就属在这一点 另一个声音是 住在宁静的一面 不必还朝一打扰 慢慢的慢慢的动静二向 慢慢的消失掉 还有两个 不是一个是 得到有关声音菩萨的相应 就是持住他的名号一定要 然后安住在音流上 因为音流就是他 那么你跟他是合一的 知道吗 这个是与他相应法 然后呢 再修一个观呼吸 修定的一个磁力 其实它是四个法门 你每天修哪个也行 听懂了是吧 那听懂就开始修吧 好 好 那没有问题了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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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